一个人,他没有很多钱 上农夫,他有田,有小房子 然后他近几天就挂一个吊床 在他的那个叶子树下面 然后在那边摇来摇去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走过去 农夫嘛,普通的,还穿衣服磕磕烂烂 他说,你怎么会那么没有智慧 你看你那个田也是蛮大的 房子这块地也是蛮有价值的 你为什么不卖掉 然后自己就有更好的 有钱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可以多享受 他说,多有钱了 他说,有钱了,我该什么了 他说,有钱了,你就可以不用担心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享受生活了 放松了 他说,我现在很放松了 我现在很享受我的生活 所以看法了 是吗?有一些人认为是要有很多财产 有大的车子、豪华的房子 他才算人生有成功了 有也可以用了 不过也不用你在那里了 等一下也没了 是吗? 有时候我们受苦很多了以后才了解 才了解我们重点在哪里 才了解我们真的 这些被绑的那些规矩或是那些仇恼 就没什么用 真的 有时候不懂 没有受苦就比较不大懂 受苦的人会懂 没有珍惜 珍惜我们人生太宝贵了 太短了 我也讲不出那么 我也讲不完 我真的心里了解的东西 我觉得 有时候看世界觉得 哇好可怜啊 都绑那么紧啊 怎么能拖出来呢? 绑这边绑那边 全身都绑 头脑也绑 那边外面都绑 社会绑 学问绑 工作绑 家庭绑 经纪朋友绑住 通通都是看来看去 还是一样 都是被绑住的 真的没有什么人 真的自由 开放 开朗的 修行人 修行人 有一些也是这样 被绑太紧了 那些宗教的形式啊 有没有 然后责任啊 位置啊 然后责任啊 位置啊 嗯 嗯